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拳馆外练习的人们收起驾驶 回到室内休息 街道上人们匆匆来去 商铺支起棚顶 书胜避往银下 妇人追逐着在雨中兴奋的奔跑的孩子 河畔的柳树抽出心芽 在朦胧的春雨中显得格外清脆 樊楼就坐落在御犬馆不远处 宁毅今天出来的早 抵达樊楼时才刚到四时 也就是后市上午九点出头 此时城中的青楼尚未开门迎客 宁毅特地挑了这个时间 一面影响李诗诗待客 毕竟如今宁毅与李诗诗还算不上关系十分密切的朋友 在他表演与他见一面 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 走进樊楼时 只见昨夜在楼内留宿的客人正在陆续离去 熙熙落落地有女子送出门去 有的则因为下雨还在楼里等着小四拿雨伞出来 宁毅让人向李诗诗通船后 却在门口处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熟人 那是一名身材奇长 相貌俊逸的男子 此时正坐在门边静静地看着雨景 或许是因为刚刚起床 还带着几分慵懒 陪在他身边的女子样貌清丽 气质文静 宁毅以前见过一次 是楼中的一名才女 看到对方之后 宁毅便过去拱手打了个招呼 小义哥 宁公子 见识宁毅 燕青连忙站起来拱手行礼 前些天燕青还在帮宁毅带着苏文定等人练舞 几天前注标到了汴梁 他才不再负责此事 之前两人每天见面 时不时还会切磋一下武艺 关系还算不错 但燕青的私生活宁毅一直没有了解过 虽然燕青有浪子之名 但宁毅一直觉得他跟卢俊逸是一对什么什么 还真没想过他会真的到青楼里私混 两人交谈几句 燕青身边那位名叫韩惠娘的女子叫人拿来了茶碟 不一会儿 诗诗也走了过来 宁毅想起两人此前已经认识了 本来想拿当初运河上的事情开个玩笑 却见燕青已经笑着拱手俯身道 去年的事儿 小乙向诗诗大 父亲请罪了 诗诗说道 燕公子言重了 宁毅这才 哦了一声 看来两人之前已经接触过几次了 他虽然不太八卦 但也不免打亮了两人几眼 他记得水浒里 诗诗姑娘应该是亲心与燕青的 莫非这段时间里两人已经勾搭上了 平心而论 这也不足为怪 燕青样貌俊逸 气质出众 武艺高强 谈吐不凡 虽然跟卢俊逸有点不明不白 但在这年头也是件风雅之事 后世也说 要把妹先装给 说明在女子心中 这样的事情其实很能加分 此时宁毅看着两人 一个俊逸慵懒 一个明媚清丽 一看就是天生一对 燕青身边的韩惠娘 也是难得的美人了 但此时却完全成了陪陈 只听宁一笑道 我是来找诗诗的 既然这么巧 外面又在下雨 小乙不妨留下来 一起喝茶聊天 慧娘也一起来吧 她此言一出 诗诗跟燕青都看了她一眼 诗诗微笑着低头 似乎并不反对 燕青却皱了皱眉 然后笑着白手道 不了 我还有些事 要去原位那里一趟 原位的案子差不多了吧 全来宁公子 与相爷大力周旋 刑部马上 就要为原位翻案了 只是家产怕事 不太可能拿回来了 说到这里 燕青看了看宁毅 欲言又止 此时楼里的小四 送了雨伞过来 燕青拿了伞 便准备离开 宁毅把她送到了门口 拍拍她的肩膀 她才低声道 宁公子 原位以前的家产 若真是拿不回来 我明白你的意思 宁毅点点头 放心吧 我不会乱来的 这件事暂时就告一段落 等到有机会再说 反正都是卢言外的东西 只要她心里过得聚就行 燕青这才高兴起来 那便谢过宁公子了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 宁毅摇了摇头 他们方才说的 是卢俊义 昔日在大明府的万贯家财 当初卢俊义被逼上梁山后 他的财产 被大明府的各方势力 瓜分侵占 宁毅曾向她承诺 为卢俊义平反后 想办法夺回她的家产 然后充公 为密贞司提供经费 如今梁山已经覆灭 卢俊义也沉冤得雪 但要夺回她的家产 却依然困难重重 其中最大的问题 就是当初 在大明府与李固勾结 陷害卢俊义的梁中书 乃是蔡经的嫡系党语 以秦四元目前的影响力 他还是无法与蔡经抗衡的 卢俊义等人进京后 对朝中各势力的情况 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李刚 秦四元 目前手握实权 称得上是如日中天 而同贯身为五官之首 如今朝廷用兵之计 他的风头也是一时无两 以梁师成为首的宦关系 几乎没人敢动 而御史一脉 则在秦桧的带领下 歹人就要 颇得皇帝的欢心 但不管是谁 都无法与这位 已经致世的 蔡太师相提并论 他执政数十载 弟子门声遍布天下 目前虽然隐于幕后 但他实际上的影响力 依然无人可比 对此有所了解之后 卢俊逸本人 已经不太愿意 再为此事纠缠下去了 一来 即便能夺回家产 对他其实也没有太大好处 二来 如果宁毅这个疯子 真的为了这个承诺 要不顾一切的 把梁忠书拉下马 蔡经一党 必然要向秦四元报仇 到那时候 首当其冲的 还是卢俊逸自己 若换作别人也就罢了 但卢俊逸 对于宁毅带着几十个人 覆灭了良心的事 可是清清楚楚 虽然宁毅如今做起了生意 看起来也越发和气 但谁也说不准 他心里有什么疯狂的念头 卢俊逸好不容易 才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可不愿意为了这个疯子 被拉下水 燕青离开后 诗诗带着宁毅走入帆楼的一处院子 随后在亭子里一边沏茶 一边与宁毅闲聊 烟雨迷蒙 仿佛在花石草木上 披上了一层薄纱 诗诗柔腕的嗓音 响起在沙沙的雨声里 随意地说着近来身边的一些琐事 李诗诗毕竟是京城第一名记 纵然宁毅对她说的这些并不关心 也不得不承认 与她对作闲聊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这位女子仿佛有一种魔力 能够无声地让身边的一切都变得恰到好处 就连这一片风雨都似乎化作了和暖的春风 环绕在两人身边 时间就在这样疑人的气氛中悄然流逝 我是在年前与燕公子重遇的 立衡的许多事情都是她后来告诉我的 希望都是好事 诗诗偏着头想了想 眼睛转了转 然后点头道 嗯 都是好事 宁毅闻言不觉地笑了起来 两人索索碎碎地聊了一阵 不多时天上春雷响起 天色也比之前更昏暗了些 宁毅便起身向诗诗告辞了 诗诗挽留了一阵 她便再喝了一杯茶方才离开 此时还未至五十 宁毅准备前往相府 却听诗诗说 她与李妈妈也准备出门了 她问了两句 才知道她昨晚可能怠慢了一位大人物 今天得去登门道歉 清楼里的花魁听起来似乎金鬼 但也不过是因为人们捧场而已 总有一些人是他们得罪不起的 昨天夜里就有两位这样的贵人来了樊楼 其中一位是如今炙手可热的大英雄郭耀士 他由兵部的一位大员陪着过来樊楼见世面 指明要见李诗诗 诗诗自然不敢推举 如今北伐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郭耀士作为武朝难得的梁将身受盛宠 他说要见李诗诗 哪怕李诗诗正在接待的是秦四元和李庚 估计两位宰相都会给他一个面子 而另一位贵人自称武吉 似乎是一名皇族 随着他过来的乃是太尉高求 其身份之高可想而知 这样的身份的人 诗诗原本也是不敢推的 但对方一听郭耀士也在 马上就表示退让 只是另外找了两名花魁聊天 郭耀士离开之后 李军马上带着诗诗过去道歉 但那人却已经离开了 想必是有些异性阑神 因为此事 今天李韵便打算带着诗诗到太尉府上登门道歉 樊楼的马车与宁义的马车同行了一阵方才分开 宁义继续前往相府 樊楼的马车则在太尉府前停了下来 此时天色阴沉沉的 雨下得更大了 门房通传后不久 高求便让人带了两人进来 作为当朝太尉 已踢得一手好促居住称的高求 身材高大 样貌端丰 颇有后世求星的风范 说起昨晚的事情 这位风评不佳的太尉 只是豁达的哈哈一笑 白白手表示无妨 原本说起来 那位贵人是很有些身份的 圣上嘱咐我带他在金钟游玩 不可怠慢 昨夜若是别人 高某少不得 还得与他理论一番 但既然是郭统领 那情况并完全不一样了 近来北地战士 郭统领鞠躬至尾 他难来一趟不易 过几日便要回去了 昨夜在的便是当今圣上 怕是也得将 与诗诗姑娘遗物的机会 让与郭统领啊 高求喝了一口茶 又笑了起来 对此事 那位贵人也是这般想的 绝不至因此 而对诗诗姑娘心有芥蒂 倒是诗诗姑娘 若是怠慢了郭统领 她才会因此生气哦 李运文言 连忙恭声道歉 又道 那位贵人如此豁达 倒是让老身与诗诗 心里过意不去了 不知道他如今是否还在京中 如今又住在哪里 可否容老神与诗诗上门拜会 当面向他谢罪 如此 这个就不必了 高求摆了白手笑着打断了李运的话 一来呢那位贵人日理万机 二来对方心无芥蒂 你们又何必记在心中呢 两位登门拜访便显得刻意了 只希望下次他去樊楼之时 诗诗姑娘能有机会与他当面见过 畅谈兄弟 环场之地嘛 要的是个开心 李妈妈 咱们彼此之间也是旧事了 何必一口一个谢罪呢 现在矫情了吗 樊楼能在京城里立足 李运认识的贵人无数 高求刚刚发迹时 也常去找乐子 两人很久之前就已经认识了 道歉的话 说到这个份上 其实也就差不多了 其实皇城根上到处都是贵人 但李诗诗却只有一个 也没有谁会因为 没见到他这个花魁 就要拆了樊楼 李运特地登门道歉 也不过是一种姿态 日后别人想起来 便会觉得李运这个人 很懂分寸 正说话间 有小四官来通传说 兵部有官员来拜访高求 李运便以诗诗起身告辞 随后在管事的陪同下 往侧门走去 李运拉着诗诗一边走 一边轻声道 看来那位贵人的身份不得了啊 咱们往日从未见过他 可能不是世子便是王爷 怕是手里还是有诗权的 武朝的宗亲 绝大部分是没有权力的 但也有极少数的皇室的心腹之人 手握诗权 李运的猜测 实时心里也是赞同的 说话前 两人转过了一道回廊 眼看就要走到侧门了 却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混乱的声响 在哪里 雨声中听不真气 只是隐约能够听到 有人在找些什么 而许多人则试图劝阻 然而不过片刻 声音就已经拉近了许多 在哪里 不要拦着我 李运拉着在哪里 滚开滚开 我不听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我不要冷静 你看我像是冷得下来的样子吗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杀你全家 李诗诗 你不要走 留下来与我打仗三百回合 李运文言皱起了眉头 低声道 是高崖内 陪在两人身边的太尉府管事 也面露难色 两人回头看去 只见高木恩披着一身 过分宽大的袍子 披头散发如疯子一般 从院门处冲了过来 而他身边的四五个随从 正在慌张地试图劝阻 李运与李诗诗此前 并不是没有见过 这位恶名昭著的花花公子 但双方一向 河水不犯井水 一来高崖内 喜欢的是梁家妇女 对花魁并没有什么兴趣 二来 李诗诗与樊楼在京中 名气颇大 高崖内也无意去招着 因此双方一直没有什么交集 听说去年 皇太后大寿 高木恩轻薄了一位 上京贺寿的郡主 皇室为之震怒 高崖内因此被高求打了个半死 此后便一直被关在府里 没有被放出来 不过人们只把此事当作谈资 并没有太过在意 而此时见高木恩张牙五爪地扑过来 李运还有些摸不着头脑 诗诗却陡然想起了 去年上京路上 那位名叫周沛的小郡主 此时高木恩已经扑向了李诗诗 李诗诗 你还敢过来 不是拦着我 冷静 你们不是要我冷静吗 我冷给你们看 他一边推开仕途阻拦的随从 一边猛地脱掉袍子 扔到了一个随从脸上 李运惊叫道 哎呀 高公子 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你先穿上衣服 别着凉了 着凉 误会 别装作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全都听说了 明天那个宁丽恒什么的主旗开张 是不是 李诗诗 你跟宁丽恒很亲近 是不是 他是你冰头 是不是 高木恩穿着一身内衣冲了过来 李运连忙拦住他 啊 高公子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 你搞错了 咱们诗诗啊 只是认识那个人 和他没什么关系的 你不要乱说话 毁了女儿家的名声啊 这 这逐记已经开张了呀 你给我走开 高木恩一把推开李运 别以为他杀了陆谦 我就会怕他 哼 李诗诗 我以前看在别人的面子上 懒得理你 可今天不一样了 你明天还要去表演是不是 还要唱他写的词是不是 我全都听说了 我今天就不那么讲究了 你是妓女 我也将就了 你别跑 此时真正敢阻拦他的 只有李运 被他一把推倒在地上之后 连忙爬过去 想要抱住高木恩的腿 诗诗被吓得愣了一愣 然后转身就要跑 却被高木恩抓住了手腕 诗诗一声尖叫 奋力地睁开了 高木恩自小养尊处优 其实力气并不大 被诗诗睁开之后 扬起了另一只手 一巴掌就打了过去 啪的一声 女子摔在了羽目中 身上一片泥泥 痛不痛啊 对了 我今天先划划你的脸 再破了你的身 明天再去砸了他的地 要不然他还以为 我划划太碎怕他呢 高木恩朝摔在地上的 女子扑了过去 别跑啊 你给我乖一点 哭得大声一点 那我可以考虑 先破了你的身 再划划你的脸 听说那样 没有那么痛 吞雷乍响 李诗诗挣扎着爬起来 奋力朝门外跑去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序》第467章 坠序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聚武八雅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